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陳凱婷 近年來 全球氣候異常 極端天氣形態越來越明顯 各國政府也積極思考如何防患未然 日本政府1992年在東京北邊的祁鈺縣地底下 建造了一座地下續洪池 每當暴雨來襲 全長6.3公里的水道 立刻發揮調節水量的功能 將洪水分段排向東京灣 台灣和日本一樣處於颱風威脅區域 一旦瞬間雨量過大 容易釀成水患 日本建造地下水庫制洪的經驗 值得台灣接近 沿著狹長的階梯一路往下走 身長在地下18公尺 鬼斧神功的浩大工程 讓人彷彿置身希臘神殿 這裡是日本祁鈺縣地下水道尾端的調壓水槽 容量相當於一座東京巨蛋 日本的地形狹長 中央由山脈縱貫 當山區降雨量大的時候 迅速地向平地慢流 往往會形成水患 日本政府13年前斥資2400億日幣 相當於750億台幣 在東京北邊的祁鈺縣地底下 建造了全長 6.3公里的水道 當暴雨來臨 五個70公尺深的巨大立坑同時啟動 將洪水導入江戶川 排向東京灣 保護首都東京地區 不受洪水侵犯 號稱日本第一的地底防洪系統 完工六年以來啟動過69次 除了發揮防洪功能 寬闊的廣場 平日也是附近居民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在寸土寸金的東京 舒峻洪水的工程 通通都要多功能考量 位在新橫濱的 Yokohama Stadium 2002年由日本 韓國共同舉辦的 世界杯足球賽 這裡就是決賽場地 除了是世界級的足球場 2004年也成為防範賀劍川洪水的首門員 約40年前 市外化率非常高 人口增加了 宅地開發 工場開發 或是住宅增加了 更是洪水が起きやすい 状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何故かと言うと 土地が開発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雨が沢山 補水力が低くなって 雨が沢山川に流れる あるいは速く流れる ということで 非常に洪水に対して 脆弱な状況が さらに加わった状況です 今 上に 後ろに見えるのは その一つの有水池 鶴見川有水池ということで これは約1,700億円ぐらいかけて 完成させた遊水池です これによりまして 鶴見川の安全度も かなり高くなった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す 賀劍川流域總長42公里 周围聚集了180万人 官方除了大規模治水 同時也宣導民眾在家户内 修筑小型的防洪設備 讓沿岸4300座大小治洪池 形成綿密的堤防 有效降低水患發生 在全球気候變遷 天災頻传的時刻 日本全民動員的治水觀念 相当值得借鏡 中央社記者蕭柏洋 陳柏華 奇遇 橫濱 採訪報道 來自全球50多國 福倫社青年 最近齊聚美國華盛頓 參加青年領袖獎勵計畫活動 國際福倫社總社長 同時也是首位 華裔總社長黃奇光 親自歡迎年輕成員 上台還教大家說中文 謝謝 你們準備好去中國和台灣 黃奇光以自己參與 人道救援活動的豐富經驗 勉勵年輕學子秉持服務的精神 全力投身國際志願服務 延續福倫社理念 會場上尊重社長國籍的傳統 因此到處可見中華民國的國旗 黃奇光表示 台北預定2017年承辦相同活動 希望到時候邀請全球年輕成員 來台共襄盛舉 中央社記者廖漢元華盛頓報導 中央社國際新聞 中央社記者 邀加達為您報告 泰國麥福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智慧型手機競爭白熱化 平戰今年秋天蘋果iPhone6的強勢旋風 紅達電19號在東京 宣布與日本電信業者 攜手推出蝴蝶機二代 現場並邀請到系列機款代言人 日本偶像女團奶木版46 到場帶來進格熱舞 炒熱現場氣氛 紅達電指出 搭載五寸螢幕的蝴蝶機二代 除了前後分別配置 1300萬與500萬畫素鏡頭 支援Dio景深相機之外 也具備了防水功能 並支援全屏4G網路 希望藉由高階精巧的設計 搶占長期由蘋果iPhone 獨大的日本手機市場 天ぬ蝴蝶機二代的銷售時間表 宏达店表示 继日本29号首卖之后 9月2号将在台湾的HTC专卖店上市 其他亚洲地区像是香港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与泰国等 随后也将陆续开卖 旁边就是日本著名的地标东京铁塔 宏达店悬在这个场地发表蝴蝶机二代 就是要站稳日本市场 而且还要向各国创造亮眼的销售成绩 中央社铁江米燕 东京报导 缅甸改革开放三年多 吸引大量外资涌入 阳光街头多个大型建案正在赶工 随处可见饭店和办公大楼盈利 目前在缅甸投资的台湾厂商人数少数 不过今年有大批台商 透过外贸协会到缅甸参展试水温 开卖自家产品 贸易是带动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先要产品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先帮助中小企业进入这个市场 如果他们有需要进一步在这里生根 那他们可以继续考虑在这里投资 近几年缅甸开放二手车进口 汽车零配件需求大增 台湾轮胎制造商看准商机 去年进居缅甸市场 今年营业额已达去年八成 加上缅甸汽车保有量只有台湾的七分之一 业者信心满满看好未来五年业绩成长空间 据我们所知好像光汽车 以汽车目前的保有量的话 大概是五十万到一百万台左右 以台湾来讲的话台湾两千四百万人口 但是汽车保有量至少有七百万台 所以可见如果以缅甸六千万来讲 它是我们人口的三倍 长远来看至少我觉得有机会上开一千五百万台 所以 另一项外资瞄准的商机 还有缅甸手机市场 过去缅甸手机普及率不到一成 缅甸政府开放设立电信业后 希望都能人手一击 手机SIM卡也从一张九万台币一路下跌 未来只要同板价就能搞定 带动各国手机品牌抢劲 分食市场大饼 一年前的话缅甸的手机普及率比北韩还低 那所以对未来的话 它成长性是无穷的 那他们政府有说他们希望三五年内 普及率会到超过一百个percent 所以就等于是说有至少有九十percent的成长空间 当SIM卡价格跌到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买智慧型手机 因为这是未来趋势 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智慧型手机 在这个市场成长空间会非常非常的大 缅甸投资前景一片看好 不过电力和基础建设不足 让不少台商仍抱持本网派步 加上明年是否缅甸总统大选 选举结果是否影响缅甸对外资企业的立场 备受关注 中央神记者林景平 杨光报道 全球央行年会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 已经成为市场观测美国联准会 下一步动作的风向球 今年年会21号到23号将在美国杰克森霍尔举行 联准会主席叶伦和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基 都将于22号发表演说主题是劳动市场 外界预料 叶伦可能会在演说中 透露联准会推动利率正常化的相关讯息 更多国际焦点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